技巧細膩 意境豐富的作品 這次出自於第三屆2016普里馬藝術獎首獎之一的作品 兩年一屆的普里馬藝術獎 在歷經多次篩選評比之後 終於在8月10號正式公佈得獎名單 評審也對於這次的整體創作技巧 意境佔不絕口 普里馬獎的作品變得比較當代性 當代性的意思就是會比較以 他自己身邊周圍的正在發生的事情 還有社會的一些現象 大吉整個 整個這個 就是族群的一些大的問題 他們都能夠觸及 而且用很高的技巧來表現 最後階段的42件作品中 採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部分類評選 共臨選出三件首獎 一件評審團獎 及十件優選獎 其中獲得本屆評審團獎的是 朗牙扇劇場創作的永恆的鳥若 而首獎則是安盛惠的消失前的最後探習 杜涵兄的那是留給孩子的請別拿走 及林介文的孕育生命的人等作品奪得 評審表示 這次的評選方式可以是一大挑戰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發現藝術家們逐漸透過藝術技巧 結合當代社會議題 土地議題來表達對於原住民族整體社會的想法 三個首獎 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藝術家 他給我一個感受是 他們有辦法透過藝術的技巧 跟善用這個素材來表達他跟原始契約之間的一種永恆的聯繫 劇場方面像永恆的Niallo 他就是一個非常具有部落精神 他們除了自己關懷部落文化的問題之外 也滿在意自己本身原住民身份在未來社會的一個位置 跟自己文化發展的一個未來性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們對當下的一些社會的問題 包括土地的問題 那包括文化是不是能夠繼續傳承下來的問題 都是用非常強大的力量透過藝術創作要去表達 得獎級入選作品11月5號到明年2月5號 將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出 記得找到巴察克 台北市 採訪 報道 中共是亂用作 Citizenship 大家都說 LD 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